一大堂醒来,连续接到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来自于三星 它说我的手机到了,估计是修复了 第二个呢是福特的电话说我的车修好了 那到底先去哪一个呢 我决定先吃一口 刚才,嘿嘿,我们在一楼呢 一楼停车场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车位 因为它最近这边有装修的这个新的饭店 然后竟然把一块的区域呢做成Valley Park 它要收费 另外的区域呢全部在装修 现在吃饭点 所以饶了半天没有拿到车位 我开到了二楼 然后二楼好像也没有太多车位 风景大了今天,有点太大 这是入口的 哦 我还是改变主意 我决定先去把手机拿了 拿了之后呢我在吃饭的时候呢 可以把手机这么倒坑一下 看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速度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把时间可以充分利用一下 OK,刚才在店里呢问了一下这个工作人员 我的手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然后他告诉我说 我的手机的主板坏了 他说三天把那个主板给motherboard给换了 我好纳闷 刚刚那一顿饭呢 花了我 三十八 这钱不是钱了已经 好纳闷 突然间发现我这个膝盖好像是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之前这边的这个药呢过期了 所以我决定去楼底下再买点五胶原 膝盖不行 有机会 哦 好的 应该说这一个 但是 真的是贵啊 很贵啊 温哥华的天气真是看不懂啊 好了今天呢我要把我的车换回来了 然后我这车呢 我把东西收一下 在起车之前呢我想先休息一下 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老外 就是非中国人 我打电话说要买我在网上po的一个耳机 但这耳机其实是已经很烂了 我就卖给它20块钱 我买来的时候130 我们要好好四点钟见面 最终的四点钟我必须在家 终于发现开车真的很费钱 我这次保养了一下 花了528刀 而且我被告知 就是说我的四个轮胎是有问题了 让我换轮胎 我说现在没钱等以后再换 他说如果你想换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把我车放哪儿呢 把我车放哪儿呢 啊 着不着了 耶 这什么鬼呀 有没有搞错 可不错 哇 又给我洗一下的 哎呀 你挑这单 我牵着马 一路走来 一路践行 踏边看 三颗 哎呦 记不住了 我发现自己的车真的是开的特别舒服 就有点像白龙马回归一样 特别爽 双手放 Oh my gosh 我觉得这个耳机已经烂到一定程度了 我还是觉得不要卖了它好了 虽然说卖的很便宜 我觉得这样卖的话有点对不住别人 OK 那个耳机没有卖出去 因为那个人觉得 OK 我用这个耳机 要接很多东西才能够 跟Xbox One相连 所以有人说老外其实特别细致 虽然他不买呢 还是跟我非常委婉的说 这个太复杂了 其实他想买 但是我心里很开心 没有卖掉它 因为 我觉得那东西实在是太旧了 所以有些旧的东西呢 我觉得该淘汰就淘汰了 就比如今天的我常用的鼠标 和鼠标垫 这个是来自于罗技的 这个PowerPlay 然后配着这个G903 这个现在为止呢 算是罗技最高端的一个竞技鼠标 最高端的鼠标垫 然后呢 我今天有在想 要不要尝试着从罗技转到雷蛇 也不能说收到我自己买了嘛 叫Razor 它也是这个 应该是完全跟罗技 相同时间段 它推出了自己的功能差不多 也是无线鼠标 提供无线充电技术 因为呢 这不算是一个正统的开箱 但我觉得 有什么区别呢 OK 在我面前啊 直接就是这个产品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用看 增加了这个雷蛇的一个传统 尤其它这边写的是 Best of CES 2018 Hyperflux 这有吃一个全新品牌吗 整个一新的logo 哇 打开之后啊 这边一个 一份说明书 这就是无线版的曼巴 黑色的 好久没有黑色了 之前用的是白色的 Razor Mamba Hyperflux 然后5V 这应该是充电的 OK 在正面的有一个 Micro USB的充电接口 旁边这个按键是干什么的 这还不是很确定啊 看起来样子还不错 手感还可以 虽然不是对称的设计 放一遍 这是什么 哦 这是鼠标的这个连接线 Micro USB 连接线 单独的哈 充电用 一款大大的海绵 底下 这样子 哇 然后呢就是 对不起 我说错了 刚才那线 它不是给鼠标用的 而是给这个板用的 哇 这个真的是不太相同 它这个东西是很软的 是柔软的 我简单看了两个说明书呢 我大概知道 这个按键呢 是可以调整profile 就是比如说不同的设定 可以用它来切换 果然是 为游戏而生 remove film before use 我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 它这个是因为是提供这个无线充电 所以呢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任何金属的平面上 如果说你们家桌子是金属的 就得换桌子了 因为它底下呢它是一个塑胶面的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拿走 底下有一层塑料 这层塑料纸呢 噢呦系列还是很大 打走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板呢 它是有双面的 这一面呢 现在来说啊 是比较光滑的 而这一面呢 有点像这个纤维布 有点像布料 而这边呢 就有点像这个 像磨砂了面 感觉这样磨砂还不错 我觉得我应该用这个面 然后呢我把这根线连到这一头 它里边有一个Micro USB的接口 大概是这么连进去 然后把这一头连到电脑上 好了我把这个鼠标呢 鼠标垫啊 连接到了这个键板上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面上 按理说呢 此时此刻啊 就可以开机之后 发亮了 看看效果 哎呦 直接变亮了啊 我这个是没有任何连接的 这个灯也亮了 底下不知道有没有亮 哇 我们把灯关了看一下 哇 摔呆了 天呐 试试看 哦 完全可以 没问题 OK 感觉还可以 哦 鼠标拿走之后呢 它就按下去了 所以只能放在上面 然后它需要一定时间 大概放上去之后呢 大概四秒钟时间呢 它连接到了 此时此刻 它应该是在一个充电的状态 然后我试着打开 我这个雷蛇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 现在使用上有个小小问题 刚才还能用 然后现在 突然间已经 失灵了 可能是 产品刚刚开 然后呢 电池 电量啊 还没 还不忍充足 所以就有点悲剧了 然后它上面呢 也没有任何说 一个开关键什么的 也就是说它 它放上去之后是自动充电的 但是 现在放上去之后 是没有反应的 难道是我不会用 OK 十秒钟之后 又亮了 OK 此时我赶紧把它打开 看看这个 我花了很长时间呢 在安装这个 新版的程序 因为旧版呢 貌似不支持这个版本 我呢也不是特别确定 因为我的这个电脑呢 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很多驱动啊什么的 反应就特别的 不好 但是呢 撞得实在是太慢了 我决定呢 先去健身房 稍微练一下 今天赛我去 身体就垮了 OK OK 晚上十一点二十八分 我呢已经从 先生房回来了 在去了之后 有点非常的尴尬 刚一进门 有一个人遇到我 你是奥格斯吗 我看过你的视频 哎你是不是去美国了 不拉不拉不拉 聊了半天 然后刚往前走 刚把篮球放下来 刚要打 哎你是美根 我看过你视频 然后我们再聊聊 然后又聊了一下 然后刚刚打两下 又说哎我看过你视频 整个晚上在打篮球的过程中 就有点尴尬 因为我觉得OK 他们都看过我视频 感觉我年纪大了 因为都是小孩子的 打篮球会让着我 会经常给我传球 这个生活有点不正常 Anyway 那我们继续说这款鼠标 和鼠标点 每个鼠标的按键呢 它是都有的 在这边呢 可以为每个单独的按键 设置如此多的这个功能 好像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这边它有一个这样 hypershift的功能 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用途 然后在这边可以点性能 在这边可以调整值 这个鼠标有个好处就是 当你按下这个灵敏度按键的时候呢 它电脑上会有个提示 可以看到有个小小提示 在右下角 这样的话你起码知道你是多少dpi 一般来讲呢 我觉得800在桌面上 或者说1800在桌面上够用 然后4500一点高 右边呢可以更改数据更新频率 跟之前是没什么区别的 然后灯光 灯光依旧呢提供这样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波浪效果等等 还有什么连翼效果 发光特效 我觉得是跟以往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校正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有点意思 因为它可以分不同的面 比如这边它说close 还有一个hard 就是硬面跟软面 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但我依旧觉得 除非你对这个操作的精确要求相当的高 否则的话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其实鼠标来讲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说实话还真的是用它用了一会儿 这鼠标垫呢跟我之前的这个logitech 相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它这个板呢 它是在正中间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样的话 从外观看起来要更加酷炫 尤其这个灯光 当然我这个色彩调的说实话有点山寨 但是整体在黑暗中看起来相当相当的漂亮 这是我觉得OK 要比它强的地方 而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强的是 它这个板呢不仅仅可以当做一个充电的一个装置 同时这个鼠标呢不一定一定要放在这个板上 在这里的话我依旧可以动 所以它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无线发射器 但是问题就来了 它离开它之后呢很快会死掉 所以还是要贴近一点 我个人感觉这个有点像无时无刻放在一个充电的板上 而这个板呢要跟它一直在一起 最好就是永不分离 才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神奇的充电装置 因为这根本看不出来好像在充电 所以很有意思 可能有一些黑科技在里面 很普通的鼠标 但是放上去之后就可以充电 像逻辑的话 因为底下这边是有一个充电板的 是不是也可以充电 OK 好像不行 我可以试试 手机能不能充电 OK 失败了 也许有人就问我 那你以后会用雷蛇的这款产品 还是逻辑之前的这款产品 其实我个人来讲 如果不是我这两天买得到这款产品 我可能会一直保持用之前用过的东西 因为在用过这么多产品之后 我会觉得渐渐的在科技方面 有一些东西是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 就是很多产品 它其实已经满足了我们 有的时候比较一些高的要求 它都可以达到 所以当你拿到一件产品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可以解决我很多问题 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有新品 发现这个新品 我拿起来之后 还是大概做同样的事情 就会觉得瓶颈已经到来了 有一些什么东西出现之后 我应该从之前的这个冲动性消费 变成一个理性消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有一些东西呢 它的出现呢 可能会让我们换人一心 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 绝大多数呢 放到了重复性消费 就好比说这是我的iPhone X 一直用 挺好用的 什么都ok 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发沉浸就买了一个新的三星的手机 其实它两个功能在 对于我这种使用习惯上来讲呢 很具有重复性 所以当你选择说哪个更好用的时候 其实多数呢 就是源自于你的使用习惯 就好比这鼠标键盘 键盘你再怎么科技发达 最后还不是打字 还不是玩游戏 这有些东西啊 是过了很多年 还是内敷得心 没有很多变化 雷车这款产品啊 这次给我带来最大变化就是 我的鼠标垫终于变得非常好看了 鼠标变得更加炫酷了 使用感觉上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但好不好用 我其实随便用两下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款产品很适合你 我就觉得我家里希望放一个比较好看的灯视频的话 雷车绝对是首选 因为只有它把这个灯光做到了这样的地步 它可以配套所有的东西 包括它的这个慢慢的变成了电竞 全家福的一个趋势 所以雷车绝觉得还是蛮有 未来还蛮有希望的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希望 永远会在那边 我们去追着好了 然后不停的发展 啊今天呢 其实说白了 从觉得手机回来了 汽车回来了 然后 曾经引以为傲的游戏鼠标键盘 所以当有一些东西 你内心中渴望的一些东西 已经实现之后呢 你可能会 琢磨的更多的不是这些重复性的东西 而是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物质方面是没有办法满足 满足你的 我觉得我进入到了这个阶段 所以我 我觉得我应该考虑考虑之后 能不能 把自己升华一下 但升华之前 请允许我 再玩一把 英雄联盟 哈哈 所以说 有些东西 不会变太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